不要捱忍真的不要再捱忍了 長毛上個月在立法會阻攔建制派議員 見記者時訂午餐肉 結果訂中了馬逢郭 面對這些野蠻荒誕的行為 當然要報警了 誰知道長毛瓦瓦瓦瓦瓦 說已經向馬逢郭道歉了 喂長毛 那些午餐肉是拿來吃 不是拿來丟的 別那麼浪費了 還有說了sorry就以為沒事 那下次你打完人 想道歉就搞定了 別玩了 還有啊 他這頭死死氣地道歉 轉過頭 竟然跟記者說馬逢郭報警 是非常小學雞 嘩 這邊道歉 那邊又辣著火頭 一時一樣 對嗎 我真的很亂啊 嘩 你說話那麼飄忽 你瘋了 回到2009年 長毛在議會訂出第一隻招 沒事 然後一發不可收拾 耍溪錢釘道具 搗亂議會 口末之難辱罵官員 通通都沒事 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到今時今日 向人訂午餐肉 甚至開去下會 搶走官員的機密文件給人看 這些行為越來越過分 絕對不可以姑息 所以 報警處理是最適當不過 長毛又常用言論和示威自由 來做擋箭牌 但正如之前 道浩城法官說 你有自由 但不可以為自己的自由 而侵犯別人的權利 當日你就是阻止建制派 向傳媒表達意見的自由 這些無賴行為 香港人真是忍夠了 希望警方嚴正執法